台湾友邦尼加拉瓜是目前中美洲地区 仅次于海地第二贫穷的国家 因为尼国制造业还在起步阶段 六成以上的外汇收入都是靠农产品 不过这几年他们也积极发展观光和文创产业 尤其观光局大力推广当地的天主教传统庆典 希望像台湾大甲妈祖绕镜一样 能够吸引百万国际观光客来朝圣 而这项守护神相会游行庆典 其实在当地已经颇有名气 但过去从来没有台湾电子媒体实地采访 民事一言堂经过了多次的沟通联系 才终于获得了尼国观光局协助 让这个特殊的尼国宗教庆典 第一次有机会在台湾电子媒体上曝光 继续就是我们的记者曾玉莹、谢孟甫 来自尼加拉瓜的独家报道 或是脱帽或是拿起手机挥舞 在热闹欢乐的乐曲演奏中 三尊天主教守护神相会 这是每年尼加拉瓜卡拉奏省 最重要的天主教传统庆典 卡拉奏省的省会 与与与临近的两个姐妹是 迪迪安巴以及聖马拉奏省 分别供奉不同的圣使徒 作为地方守护神 每年有三次轮流举办守护神的 出循庆典 相聚在多罗瑞斯 在卡拉奏守护神出巡 就像是台湾的妈祖绕境 是全民参与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 当天三大城市全都放假 大批虔诚的信徒 不为烈日护送守护神 或是为了求助 或是为了还愿 在里面的海角和聖马拉奏 在cos料中的人 一位信息 在里面上 nou患者 几百兴众 就是相当前辞联系 是来自然的 或是想当前辞联系 在这一方的位置 我们要上远 二十五天 我給我一個小子給了聖地獄 我會去那些人 遊行慶典不僅展現 女國身後的天主教信仰 隊伍中更能夠看到 當地文化藝術的表演 有不少信徒 以舞蹈表演方式伴隨遊行 就像是台灣廟會的陣頭 他們也有很多 好像跟台灣媽祖慶典一樣 會有一些震動 然後活動 我們剛剛看到兩種不同的表演 一種是 我們講的 一個是那個 Toro Wako Toro Wako就是那個 好好的東西 那個是最貴的那個衣服 另外的是我們的文維斯 文維斯是在中美洲 還有南美洲的最舊的 這個很好的文化 文化那個喜悅 隱西區 伴隨守護神出巡的隊伍中 尼加拉瓜著名的街頭諷刺劇 艾爾文維斯 這句代表也最受信徒喜愛 他在中美洲的社交證 他會形成為 一個人那一個人 人們叫做蝙蝠 他看過他們 看過他們看過他們 那樣是看過他們的角色 他們看過他們的角色 那是蝙蝠 因為他們的兒子 是Porsico和Ambrosio 這就是由蝴蝴蝶 艾爾蝴蝴蝶街頭諷刺劇 是中南美洲地區 最古老的街頭劇 相傳發源地 就是尼加拉瓜的卡拉佐地區 融合了西班牙和中美原住民文化 結合了戲劇、舞蹈與音樂 表演者穿插在遊行隊伍中 以不同的服裝、面具 來區別角色 所有地方 都是歷史的歷史 當時在歷史上 如果我們看過他們 都是歷史的歷史 是歷史的歷史 是歷史的歷史 要是歷史的歷史 歷史的歷史 所謂的歷史 是歷史的歷史 和歷史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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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齣街頭諷刺劇 主角就叫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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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內容說的是 他面對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以機制的謀略暗中諷刺 抨擊石鎮的巨馬 表演方式以小提琴 和傳統鼓伴奏 簡單的搖擺舞步 扮羅子的表演者不時傳出叫聲 代表嘲弄的意思 那些是他從來 而讓他不認識他 他用手掌 用手掌把他不認識他 可能他不認識他 因為他不認識他 但那些是他看到的 但那些用手掌 用手掌 用手掌 他們已經不認識他 只不過流傳近四百年的 街頭諷刺劇 埃爾格雲西在時代的轉變下 也面臨失傳危機 1996年 還不見 1900 1902 他们正ские 今那些 他又重新起床 那就是我所持續的 跟學生同學 所以在2003年 我請了一幫幫助 關於外國人的工作 如果這件事不做 就會消失 擔心文化資產消失 當地的民俗歷史學家努力傳承 讓這齣中來美洲最古老的街頭諷刺劇 在200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認定為拉丁美洲地區 人類口述及無形文化遺產 奠定了L Grandense的歷史價值 友情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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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拉宋省獨特的天主教傳統慶典 每年可以吸引數萬國際觀光客前來朝聖 為當地城鎮帶來不少觀光財 也讓近幾年尼國拼經濟 不再只靠農業 逐漸重視文創藝術產業 積極發展各地方特色 馬薩亞是尼加拉瓜民間藝術 與手工藝的搖籃 走在馬薩亞的街道上 隨處可見色彩鮮豔 且精緻的手工藝品 會讓你不自覺荷包大失血 其中尼國家家戶戶必備的手邊吊床 更是當地特產 如同六零年代的台灣客廳及工廠的生產模式 尼國的吊床製作靠純手工編織精細的圖案 以及與眾不同的裝飾 來和中美洲其他國家的吊床做區別 更自創品牌參加國際展覽平外銷市場 北美的加拿大和歐洲德法各國是最大買家 在整個設計劃的整項製作為 我們有約10人的合作為 在一整個監製作為 在一種所長的合作為 而是最多的合作為 一定要達到一種合作為 再多的合作為 在馬薩亞想要買吊床回家享受 你得要貨比三家 因為人力需求高 做工複雜的手工吊床 價差非常大 售價10到100美元不等 這在尼國算是非常賺錢的手工藝行業 因此有不少的年輕人 為了生技願意學習製作 我們在五家製作的工藝要有 我們可以說是5個萬人 我們在二家製作呈作 二家製作為 在二家製作為 我們可以說是20個萬人 那種人的工藝 但這並不是我們的工藝 而您家拉瓜几乎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每个城镇没有先进的电动拉胚机 靠双脚转动滚轮 再快速地将陶土塑形 这里是尼国陶艺之乡 San Juan de Oriente 的陶瓷学校 因为是印第安原住民聚落 这里的陶艺品从拉胚塑形开始 就充满着印第安符号 我们的陶艺品做了这样方法 因为我们的陶艺人 表现了一种地球的陶面 是这样的陶艺人 这也是一种地方的女人 当时在胺里面有一个新人的持续 当时在胺上有一个新的生命 这也是一种新的生活 承熙千年前印第安祖先陶瓷摇烧手法 即使制作陶器的工具传统而且养春 却因为制作出来的陶艺品 可以历经百年色彩依旧鲜艳 让San Juan de Oriente的陶器扬名国际 汤山岸浅俑锁 汤山岸上 Long red雾浅 坚静西等等 池山岸岸较黄 汇地下 其實底下 每 mieszени小荷 它們可以給予生物 因為水中的動物 可以在水中的動物 可以在水中的動物 而最重要的是 人生沒有水中的動物 傳承千年的製陶技術 同樣也面臨失傳的困境 為了搶救陶藝文化 遷移到尼國的第九代印第安後藝 成立了這間陶瓷學校 將技術傳承 現在Sanjuan de Oriente 居民有6800人 其中有95% 從事陶瓷行業 小鎮共有405間的陶藝工作坊 是尼國最大的陶藝品集散中心 文創產業 在尼加拉瓜各角落 遍地開花 吸引觀光客造訪 也拼外銷經濟 但面對全球工業化的衝擊 尼國的手工業者 當然也擔心 純手工的藝術品 將被機器大量生產 低價商品給取代